台北的早上, 새벽駕駛要來 我們開到了今周的商場 自己突然來商場 他們都是因為電話的方式 自己發現剛才打到賣東西的時候 沒甚麼習慣大用大洗錢 看到那個物件我都會覺得 看看怎樣 我連一個保護鏡 手機的保護鏡 都要走四五間足足 看哪個價錢會便宜 發覺到一件事 封鎖之後 出來後有購物 很奇怪的舉動 今天有很多人 I'm all 現在我們政府 雖然是開門 但我覺得有一件事都做得不錯 他就出了一個QR Code 給每一間店鋪 scan之後 就留下你的電話號碼 總之你每入一間店鋪 就要scan一個QR Code 才可以入 不需要在那些店鋪 寫下你的名字 然後留下你的電話號碼 變成沒有甚麼私隱 如果你想私隱 好一點來說 就scan它的QR Code 這些電話是給政府的 不是被人公開看的 我覺得這件事 好了 現在當然 我也要做一個良好市民的責任 就是買完東西 就馬上回家 總之 希望 開工好朋友 可以開工愉快 因為我們做這件事 暫時還未開工 那就馬上不要亂花錢 回家了 哇! 缽鐘仔 現在塞車 好像我們剛剛 疫情還未爆發的時候 好! 剛才Ioi出來 就打算去這裏 買一個鏡貼 因為Ioi Mall 真的賣很貴 我真的要考慮 要怎樣用錢 嗯! 好塞車 好塞車 新玩不跃得住 190萬的金鐘 啦 發生了4th 好塞車 請就當時 我自己都要做 我自己去看 我自己想今天 想這樣 若果製造 我是自己去看 我自己去看 我是你 我自己做